作为营养富的蕃茄 好受大家欢迎 曾经美国最高发现就裁定 蕃茄是蔬菜 理由就是大家平时都用它浪蔬菜来吃 但是有些地方被勾文 他们就将蕃茄当作水果来分类 蕃茄又是蔬菜又是水果 三食好还是熟食好呢? 如何吃才能吸收不同的营养呢? 为什么三个黑斑的蕃茄不可以吃呢? 还有什么虽然我们知道呢? 大家好 我是自治医生 这期影片我们一起来讲讲蕃茄 蕃茄一开始不是用来吃的 而是用来观赏的 在16世纪90年代的英国 有一位叫做约翰·杰立德的医生 是最早种蕃茄的 不过他种蕃茄只是为了看 没有人敢吃 为什么呢? 因为蕃茄生得和有毒的粒茄是近亲来的 而且是属于茄科植物 当时人们觉得这类植物不是那么安全 而且这么致命的 蕃茄是酸性的 那时候的贵族用过含盐的食餐具 蕃茄这些酸一旦出了盐 就很容易导致盐中毒 所以大家就更加害怕蕃茄 觉得这个食物吃了会要命 加上蕃茄的热和未成熟果素里 确实含有蕃茄鹅 这种物质大剂量吃了真的会中毒 这种看法就被传播开来 在英米一带大家基本都被远知 蕃茄就因此被想下了一百多年 直到18世纪中热 大家才慢慢搞清楚 原来成熟的蕃茄果实里 蕃茄鹅的含量很低 正常吃是没问题的 这个误会一旦被解除了 蕃茄慢慢从观赏的植物 变成大家的参台场客 到了19世纪在英国街头 蕃茄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蔬菜 不过在中国蕃茄最早是从 广东、广西这一带日来的 不过当时大家都不吃它 直到19世纪后期 中国人才开始吃蕃茄 而且还在上海这些大城市 开始大规模种植 这个时候施洗蕃茄成为 我们中国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 有些朋友问 那自己身为何生早黑斑的蕃茄 不能吃呢? 蕃茄是一种港版存在于自然界的真菌 属于空气潜伴过敏营 主要是通过释放这个蕃茄引起过敏 蕃茄如果被蕃茄蕃茄污染 就会生黑斑和腐烂 因为真菌会果傻里面 代谢蕃茄毒素 这种毒素虽然没有黄曲霉素那么强 但也会致命和有其他健康风险 所以是有黑斑和腐烂的蕃茄 是绝对不可以吃的 因为这种毒素不单存在于腐烂的部分 还会扩散到周围两个厘米的健康组织当中 所以建议这个时候的蕃茄 最好剩一个不要了 另外未成熟的蕃茄含有龙葵管 当我们试入过量或者不吃龙葵管的时候 都会引起恶心呕吐中毒的症状 甚至有可能导致死亡 有些朋友还会问 自身蕃茄是三食好还是熟食好呢? 我们首先来讲讲食蕃茄的好处 三食蕃茄可以比较好吸收 蕃茄里面丰富的维生素C物质 而且我们三食是不会使蕃茄里面的维生素C 遭到不必要的破坏 所以蕃茄里面丰富的维生素C 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 有助于增强抗氧化能力 另外很多人觉得 三食蕃茄是不就吸收不到蕃茄红素 其实这个不对的 蕃茄红素是经过加热之后 的确是有助于我们人体吸收 但是其实三食都可以吸收其中一部分 只是没有熟食吸收那么多 我们再讲讲熟食蕃茄的好处 蕃茄中所行的蕃茄红素是目前自然界 食物中最强的抗氧化物质之一 其数有植物黄金的美育 当蕃茄它经过加热和过油之后 结析方蕃茄红素可以最大限度给我们人体吸收 比三食的时候量多了三倍 但是熟食蕃茄虽然会增加蕃茄红素的雪日量 但是在加热的过程中 蕃茄中的维生素C都会受到损害 另外这一生建议大家 食蕃茄要细咬盲愿 为什么呢? 蕃茄中的蕃茄红素是一种植物化化物 可以抑制自由基产生和直接清除自由基 抗氧化的能力是维生素E的10倍左右 蕃茄中的蕃茄红素虽然是滋溶性的维生素 需要脂肪来促进蕃茄红素的吸收 只是我们这一餐中当初有脂肪的试入就可以了 或者是我们上一餐或者食用时间不超过两个钟 这就是因为食物在消化吸收的最终场所 是我们的小肠 而不是我们的口腔和坏 当我们吃了所有食物 最终进入到我们小肠里进行消化和吸收 只要我们小肠中有脂肪的存在 就会促进蕃茄红素的吸收 在吃蕃茄的时候 我们尽量要小咬慢咽 使它的细胞壁完全破坏 这样才可以充分吸收里面的蕃茄红素 有些朋友还会问 那自己身吃蕃茄还有什么需要治的地方呢? 其实下面型人群应该少吃蕃薯 第一种就是审功能障碍的朋友 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建议 审状有问题的人应该减少隔的试入 而蕃茄含有高浓度的隔 蕃茄和蕃茄的制品 尤其是蕃茄酱的草酸 都可能有存在的风险 大量的蕃蕃 草酸会和我们体内的钙结合 可能会影响肾结石的形成和复发 不过这个需要这么多研究来证实 第二种就是胃食管反流病的朋友 胃食管反流主要和我们饮食的習慣有关 吃蕃茄和蕃茄的制品是会诱发和加重 为食管反流病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这种情况之下大量的胃酸反流到吃到 会引起我们胸部和咽喉的反酸味和着痛感 蕃茄中的柠檬酸和苹果酸 可能会导致我们易感人禽和高频蕃茄消费者 患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种是肠移基综合症的朋友 肠移基综合症是一种长见胃肠道的疾病 症状只要包括排便异常、腹脏、腹痛和便秘腹舌的频发发作 不良的饮食習慣是引发这些疾病的重要因素 蕃茄的敏感性可能会引发我们人的迷长度的问题 蕃茄的皮和种子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腸胃 导致腹脏、腹舌 最后就是蕃茄过敏的朋友 虽然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蕃茄确实是一种已知的过敏言 对于易感人禽 蕃茄会有打喷嚏、湿疹、皮疹等问题 还有红眼、咽喉样、后肝和面部、肿胀症状 有些时候只接触蕃茄都会引起有些人的过敏反应 例如蕃茄 今次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